这一讲我们进入《资质通鉴》第十四卷 《汉记六 太宗孝文皇帝》中 内容从文帝前三年开始 新年一史连续发生了两次日史 文帝明明接连推出各种惠民政策 结果祥瑞一个没来 发收到了两次日史警告 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尴尬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换上一套古代的迷信观念 倒也不难找到文帝身上失德的地方 上一年文帝大封诸侯将赵国一分为二 齐国一分为三 这些诸侯王虽然都是皇族亲属 甚至对文帝有拥立之功 但文帝呢跟他们不亲 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 在分分过程里 真正得到好处的 就只有文帝的三个儿子 我们从高帝 刘邦 惠帝 刘盈 一路看到文帝刘衡 哎 规律啊 终于看出来了 最亲的只有亲生儿子 即便像刘邦那样偏同偏爱 对多数儿子都没感情的人 在分封的时候 也只会把关键或者富足的地方 封给儿子 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构性的隐患 每一代皇帝都有自己的若干个亲生儿子 皇帝天然就想让自己的儿子们 多吃多蘸 基本逻辑是 儿子越多 儿子掌握的资源越多 皇权呢 就越稳固 当然 会不会有哪个不孝子 想要抢班夺权 那就是那一回事了 文帝在分封之后还做了一项制度性的安排 首次赐给郡守和诸侯国的国相 同虎福 主使福 此时通见删掉了这条记载 是因为他和钱文齐盲流香起兵 其向邵平出面阻牢的记载有了矛盾 历代学者为了弥合这个矛盾 提出过各种猜测 但无论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 最有可能的情形是 文帝重新设计了一套符号化的凭政制度 将新式的同虎福 主使福搬行帝国权清 从此以后 汉政府之下的郡和诸侯王名下的国 一概由标准制式的同虎福调动军队 只有当朝廷发来的半只虎福和郡守 国相保存的半只虎福 扣合无物 军队才可以开拔 这样一来 新的一轮分封和新的福节制度 就不是孤立的两件事了 文帝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进一步限制诸侯王的权力 扩张中央政府的权力 让刘章刘兴居这些人 纵然有了一心 也翻不出多大的滥花 而站在刘章刘兴居他们的立场 自己既是皇族又是功臣 却不断受到猜忌排挤 实在是一难平啊 昏君呢 就该造天遣 但是 接连两次日食之后 文帝呢 没有再下罪己诏 给自己揽责任了 而是把丞相周伯 免了职 文帝在诏书里说 先秦下诏 让赤侯各回封国 大家怎么都没动呢 那就让丞相 为大家做个表率吧 这样看来 周伯的免职 并不是为日食 承担责任的结果 或者 虽然有这层意思 但诏书 没有明说 文帝所谓先秦的诏书 指的是 上一年年初 陈平死后 文帝发布的一道诏书 要求留在长安的各位 撤侯 离开长安 回返各自的封国 有些在长安就职的 以及为特批留在长安的 本人可以留下 太子 回返封国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安排 汉书收录了 诏书全文 理由啊 特别合情合理 说撤侯呢 大多住在长安 远离自己的封国 封国的有关部门 年年都要派人不远千里 给自家领主 运送物资给养 这太折磨人了 而这些撤侯作为封国领主 如果久居长安的话 也没有机会教育和训练自己的封国子民 所以还是各回各家的好 前文讲过 以文帝一贯的谨慎和老谋深算 以上原因只可能是个幌子 他的真实意图 很可能是藏木于林 搞出这么大的阵仗 趋势啊 真正要搞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环南芒留长的旧父赵监 所以也许是文帝当时的心思 全在赵监身上 也许是长安一带的撤侯 对此心照不宣 并没有认真的执行政策 以至于文帝在时隔一年之后 旧式重提 拿这个抓手对周伯开道了 周伯呢 没办法 作为政府第一人 以神作则 当仁不让 实在找不到推脱的借口 于是周伯免职 太尉冠英 转任丞相 太尉一直就此废除 太尉执权归于丞相 这个安排 扎看上去很难理解 丞相是文官之首 太尉是武官之首 如果合二为一 让丞相一人独大 皇帝难道就不担心 丞相的权力过重 足以威胁皇权吗 当我们梳理历史脉络 会发现自从刘邦时代以来 太尉这个职位 实质 实费 第一任太尉是刘邦的发脚卢婉 等卢婉收封阉盟之后 太尉的职位竟然呢 没人替补 就这么空缺了好几年 然后周伯呢 时而上任 时而信任 在信任的时段里 太尉职位继续呈现空缺状态 这就意味着 太尉虽然魅高权重 地位和成想相当 但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里 都不可或缺的 换句话说 没有太尉的话 并不影响政府的结构完整清 太尉并不直接掌握军事指挥权 那是将军的事 也不掌握军队的调遣权 那是由皇帝发虎符来决定的 有些时候太尉会临媒受命 以全军总司令的全媒指挥作战 但这些限制 都只是理论上的限制 在现实情况里 太尉的软性权力似乎很大 不然当初大臣们 谋划铲除诸吕的时候 真名啊 也不至于对时任太尉的周伯 努力示好 袁昂在门帝面前批评周伯的时候 也不至于说周伯 之所以在产平诸吕的政变当中 立下手工 只不过是因为他刚好处在 太尉的职位上 适逢其会而已 曹鲁晓先生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 汉朝初年 太尉一直 实质实费 总的来说 如果有了威齐江山的战事 或者新军登记 局面不稳 就涉至太尉 反之呢 如果天下太平 君臣相安 就不至太尉 到了汉武帝时代 太尉一直彻底废弃 由大司马取代 大司马貌似和太尉 一名同时 其实两者的权力 有天壤之别 大司马是中朝官 太尉是脉朝官 中朝又称内朝是皇宫系统 像始终南官这些 都是中朝官 是皇帝的私人亲信 或者说是皇帝的家臣 三公九卿属于政府系统 相对于中朝称为外朝 都是国家大臣 由太尉到大司马的转变 意味着皇帝将军权从政府收贵到自己手里 那么在这条发展脉络上 文帝迈出了不大不小的一步 而且一屎三鸟 既废掉了太尉职务 又打发了周伯 还敦促了老一辈的功臣们 听从找令安排 周伯这一离职离京 又将生出一番波折 这是后话 当年夏四月 才受封为成阳盲的刘章过世了 对于文帝来说 这绝对算是一桩喜讯 回顾刘章的人生 落冠之年就表现出了 过人的勇武和胆色 处心积虑铲除诸吕 要拥立亲哥哥刘湘称帝 在政变过程中 出礼最大 傻人最狠 毫不愁愁地奋战在第一线 结果 人算不如天算 先是被同盟军各种辜负 又是被文帝各种软刀子收拾 刘章的英年早逝 多半是呕气呕出来的 大约在同一时间 老陈 沈一基也过世了 但不是自然死亡 而是死于谋杀 凶手是文帝在人间仅存的亲兄弟 环南盟 刘长 刘长 之所以要谋杀沈一基 还要从刘邦实难说起 当初 赵盟张敖向岳父刘邦 敬献了一位赵姓美女 就在赵美女受孕之后 灌高事件爆发 赵美女呢 也被牵连进去 坐了牢 赵美女的兄弟赵监 也就是 后来文帝刻意从刘长身边支开的那位赵监 走沈一基的门路 请她向吕后说情 沈一基呢 确实说情去了 但吕后 女人天性 受不得这种事 不肯将赵美女怀孕的情况 告诉刘邦 赵美女在监狱里 产下了一名男婴 随即便在悲愤中自杀了 千狱管理官员将男婴承纵刘邦 刘邦啊 会不当初 于是给孩子取名刘长 交给吕后抚养 将赵美女葬在真地 刘长是吕后抚养成人的 所以在惠帝和吕后的时代 刘长的哥哥们 虽然各有各的不幸 但刘长一直安然无恙 还要交代一下 这也是为什么在 铲除诸吕的政变当中 商议皇帝人选的时候 刘长不再考虑支烈的原因 因为亲生母亲的死 刘长不恨吕后 反而深恨沈一基 认为要怪 就怪沈一基在说情的时候 没有亲力 这种心理在今天很容易理解 毕竟在被养育的过程里 刘长对吕后不容易恨得起来 更不可能去恨刘邦 但恨意必须找个对象来宣泄 显然没有比沈一基 更合适的人选了 刘长的资质和性格很像刘章 不但力能刚顶 而且啊 从不拿自己当百人 就在刘章过世的这一面 刘长从自己的封国 怀南国来长安啊 朝进天子 和文帝呢 同车打猎 总是管文帝叫大兄 就是大哥的意思 既然到了长安 那就顺道拜访一下沈一基好了 沈一基开门迎接贵客 哪想到 刘长在衣袖里藏了一把铁锤 一锤啊 砸死了沈一基 这正是当年诸害刺杀 禁闭的路数 这还没算完 紧接着刘长让崔从 砍下了沈一基的头颅 没给仇人留权势 刘长敢作敢当 杀人之后 立即赶赴皇宫 肉坦谢罪 那么文帝 应该怎么处置刘长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